7月12日上午 某知名鱼记事出 一则61岁大佬陈金飞陪小女友现身商场买香炼的画面 二人举止亲密 关系暧昧 购物完毕后一同甜蜜 去车返回南方豪宅 已已步入同居试婚的阶段 据狗仔爆料称 当天时傍晚时分 陈金飞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豪车 前往某酒店接小女友收工吃饭 两人一路驰骋 先绕行某商场买精气再享用美食 从曝光画面来看 陈金飞身穿灰色短袖T恤搭黑色运动裤 身材略显发福 毕竟已年过花甲61岁 口罩遮面十分低调 关巧跟在陈金飞身后的年轻女子 则是穿着白色长袖衬衫搭同色系紧身长裤 一身简约休闲打扮 配上长发飘飘 透着一股清新的仙气 结合年轻女子样貌及身材来判断 很显然不是陈金飞的前女友 前妻杨采玉 评论区不少网民 一是留言感慨称 就没杨采玉的事儿了 话说 陈金飞开车载着女友不一会儿便抵达 商场某精气店铺 停好车后 两人直奔黄金项链柜台区 认真挑选 不时小声而与彼此交流着意见 在工作人员的推荐下 女方相中一款金闪闪的细长项链 一旁的陈金飞二话不说 随即上前为女友挽起修发帮忙佩戴 后者照进世代 眼见小女友对该款项链十分满意 陈金飞直接吩咐店员打包买单拿下 出手十分阔绰 难怪六十多岁年纪依旧异性缘爆棚 随后 陈金飞霸气搂着女友肩膀一同去取车吃饭 女方则是顺势钻进男友的怀抱撒娇 且凑上前耳边撕磨 两人亲密模样 若讲不是情侣很难说的过去 事实上 陈金飞与前任杨采玉分手早已是圈内公开的秘密 男方曾在去年2022冬天被媒体拍到与三位妙龄女子深夜聚餐画面 恢复单身状态后桃花不断 对比比时唯一在陈金飞肩膀的女子 美与兼神四金刺买项链的应该是同一人 狗仔车女方一直喊她干爹干爹 据悉 1962年生人的陈金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士毕业 做建材起家 千禧年之际便凭着2.26亿美元身家积身 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的第12位 现任北京通产投资集团及红星物娱乐传媒投资有限公司CEO 跨界影视传媒行业之后 陈金飞与圈内女星关系极为融洽 2015年夏天 陈金飞与方华女星杨采爵街头热吻缠绵被拍 相差31岁的数纸恋随之曝光 引发舆论热议 稳定交往两年后 2017的7月7日 杨采玉认定对方并在V博发文公开官宣恋情 刚出道便早恋的他对演艺圈没什么留念 2019年被船领证搬入陈金飞豪宅 可惜的是 这段悬殊的感情婚姻并未持续太久 2022年网上关于陈金飞 杨采玉婚变消息满天飞 有媒体向陈金飞求证 后者并未否认称这只是生活上的事情 失去陈金飞这一金主靠山 杨采玉演艺资源 品牌代言骤降 至于两人分手原因 网传是干女儿回来了 原本以为爆料人士值得干女儿是神仙姐姐则刘一飞 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此干女儿应该是陈金飞现任小女友 值得一提的是 刘一飞的走红 很大一部分功劳归于干爹陈金飞 后者曾斥重金 为其打造红星舞娱乐传媒 相传南方爱屋吉乌 对刘一飞妈妈 舞蹈演员刘晓丽有益 对方也在这家公司担任监视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